Hello,今天聊一聊这个,还是药品,关于这个贵的药和便宜的药,有人认为贵的就是好的,便宜的就是不好的,尤其像这个吃这个药的方面,前两天回国跟我的哥们聊一聊,哥们是义愤恋心的,说这现在中国的医保不给你选择的机会,所有的药给你的现在都是国产的廉价的, 仿制药,不给你这个用这个进口药的权利,什么时候可以用进口药呢,当你这个全这个试过了这个便宜的国产药,没有用的时候都不管用,然后呢,才有机会去拿这个,去用这个进口的药,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啊,但是呢,具体是这个我所听到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咱就说说这个,sorry,咱就说说美国这边的啊,美国这边是什么一个情况啊,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注意到这一点啊,其实呢,美国这边啊,其实呢,就是俗说的啊,brand name drugs,或者是generic drugs, 啊,中国翻译叫,厂牌药,或者是仿制药啊,或者是,也或者仿制药啊,这些大伙比较熟悉的,印度药啊,仿制的大国啊,中国很多的药其实是在中国生产的,找了几条啊,找了几条啊,这个关于这个,呃,generic or brand name, 啊,先说一说,为什么这个,美国这边啊,也鼓励啊,用这个,generic drug,其实呢,都是钱的问题啊,钱的问题,一个是呢,按照我们平民老百姓来讲呢,呃,能用便宜的,省钱的药呢,啊,就用便宜省钱的药啊,首先啊,它的效果啊,要是必须好啊,要是基本和这个,brand name啊,这个药的效果是一样的啊, 这样我们才能放心使用,你要说,这个便宜的药,它这个比,就是仿制药比这个厂牌药的效果差了一半的话,差了很多的话啊,那很多人我想还是去选择这个厂牌药啊,即使价格有些高吧啊,但是呢,按照官方的解释呢,它的效果其实是基本上是没有差别的啊,待会咱具体咱再看啊,美国那边FDA,官方是怎么说的,呃,还是啊,就是说,具体啊,是省钱啊,按照老百姓来讲啊,省钱啊, 按照政府来讲啊,它也要省钱啊,按照保险公司来讲啊,它也要省钱,它也要省钱,呃,因为呢,仿制药啊,就是说Generic和这个厂牌药的价格会差了几十倍啊,或者十几倍,几十倍以上,我那天做了一个这个Lipitor啊,查一个价格啊,你如果是付现金没有保险的话,十块钱,你如果是用这个,十块钱是这个仿制药啊,Generic,你如果用厂牌药啊, 价格是它的基本上是它的三十倍左右啊,是它的三十倍左右啊,要十块钱,你可以买一个月的啊,但是呢,你要是这样厂牌药,Lipitor的话呢,同样的药啊,你要付三百块钱啊,你要付三百块钱,差不多三十倍的价格啊,这只是一个啊,其实呢,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啊,按照这个保险公司来讲,当然了啊,它给你赔的越,它给你付的钱越少啊,它的这个盈利就越多, 作为这个政府来讲啊,也是同样的道理,美国这边有几千万的人啊,没有医保,或者甚至退休的老人,拿的是Medicare啊,就是联邦的退休保险,对吧,政府的压力也很大,政府的压力也很大,如果全用这个品牌药的话啊,政府的这个开支,现在已经基本上入不敷出了啊,所以说呢,更是会入不敷出,所以说呢, 他们都是啊,他们都是啊,倡导了这个,呃,倡导啊,用这个generic啊,就是用仿制药,所以说呢,基本上啊,每个州啊,按照这个pharmacy law啊,就是这个,具体叫什么law,pharmacy law,anyway,pharmacy,关于药房这边的药啊,这个法律啊,都是啊,鼓励啊,用这个,说是强制也可以啊, 强制性的啊,强制性的,要给这个病人啊,要发啊,要发放这些仿制药啊,放仿制药,除非啊,有没有例外啊,有例外啊,有例外,除非是这个医生啊,医生啊,或者病人强行要求啊,我要用啊,这个,这个brand name,就是用品牌药,而不用仿制药啊,这是啊,可以有这个例外,可以有例外,但是呢,呃,有的像是一些商业保险还比较好啊, 就是说,稍微你的口费会高一点,也许啊,但是呢,对于一些其他的,像是这个,呃,medicare啊,就是说这种,这种老人的这种州的退休保险的话呢,还有一些保险公司呢,对于特别贵的,这种品牌药啊,它会有一个prior authorization啊,就是要一个审核的审批过程啊,它要审批你为什么,现在啊,这个仿制药啊,在那里,你偏要用这个品牌的这个药啊,它有一个审核过程, 如果你符合规定啊,它才给你啊,给你投保,给你保这个药啊,所以说呢,从不管是从这个,呃,这个,呃,商业保险也好,或者是政府给的保险也好,或者联邦的保险怎么样啊,他们都是啊,为了省钱为目的啊,以省钱为目的啊, 来,然后呢,找这个中文的啊,这个,然后再看看这个FDA那边的啊,有人说这个,我这个英文太多啊,比较抱歉啊,这个改不过来的时候啊,有人说啊,看你视频可以学英文啊,我说确实啊,如果你这个英文不好的话呢,可以学学这个相关的英文啊,没有什么坏处,对吧,如果你实在看不懂的话呢,不想看的话呢, 啊,你资格网上搜一搜啊,你可以找到,呃,尽量啊,我就尽量还是那个,给你用中文啊,如果有时候突入出来英文啊,还是还挺多包含啊,就当我教你免费教英文啊,你可以免费学,呃,在哪里,找一个中文,这个啊,仿制药,品牌药有什么区别啊,再先看看中文啊, 啊,你觉得待会觉得中文不保险呢,咱们看看英文,来,嗯,是,他们有什么不同啊,仿制药,就是说,哎,仿制药呢,其实就是啊,就是这个,这个,制药商啊,以前他的品牌出来的时候,他有一个,呃,专利啊,20年或多少年的专利啊,只不嘛,呃,当制药公司发展,发现一种新药的时候,他们有缺申请专利,以防止其他制药公司销售同样的药物,这种畅通可持, 持续数十年,在此期间,该公司以其品牌名称生产的销售该药物,将其投资转化为利润,然而当专利权到期后,其他公司有权利生产类似药物,其他公司可以使用名称或创建自己的品牌名称啊,哎,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在这里要,都有两个名字啊,一个brand name,brand name is generic name啊,这里啊,它有一个苏马,苏马鲁太, Ozampic,OK,它的名字叫Ozampic,啊,苏马鲁太,Semiglute,Actually,OK,呃,就是啊,其实呢,就是说,现在啊,只有,现在只有,啊,Vigovi和Ozampic,还有其他的名字,其实啊,但是没有generic,没有,没有,只有品牌的名字啊,没有这个,呃,仿制药的名字啊, Semiglute,OK,没有那个名字,Semiglute,Whatever,他说,差异啊,品牌药和仿制药之间,为什么看起来不一样啊,尽管仿制药必须具有活性相同的活性成分,才能达到相同的药效,但冒一法,不允许仿制药看起来像品牌药,因此,仿制药厂商必须对非活性成分进行改变, 啊,例如染料和填充剂,这会导致药物形状和颜色的变化,然而,这可能产生一些问题,如损害患者的呼吸系统啊,啊,其他的问题啊,确实啊,有些啊,有些在我接触的病人当中呢,有些就是说,呃,因为他这个药里面的这个颜色不同啊,所使用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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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色剂不同呢,有些病人,他对这个,这颜色又过敏啊, 有些过敏,他必须用这个,没有颜色的那种药啊,所以说呢,啊,这就是这个,active ingredients啊,和,和这个inactive ingredients,就是活性成,有效成分和非有效成分啊,都区别,有时,非有效成分会造成一些,呃,其他的问题啊,过敏呢,或者其他的问题,为什么更便宜啊,不更便宜呢,其实呢,就是说了啊,为什么更便宜,这里,仿制药,价格最多品牌要即可低,价格低80%,啊, 价格低低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仿制药生产上不必花费,与品牌公司相同的刺激,一般来说啊,新药成本,包括研究专利申请,开发营销成本,但对于仿制药来说,这些成本都是不必要的,此外,一旦仿制药,仿制药获得批准,多加公司就可以生产和销售该药物,这种竞争啊,也有助于降低价格啊,像我刚才说的,有些人就是说对对仿制药,他说,哎,我对我,你这个药是红色的啊,是红色的,我不能吃你, 一个厂家的啊,厂家制造的红色药啊,但是有另外一家,也生产这种仿制药,但是他这个药呢,相同的药呢,他就是白色的,我只能用那个厂家的药啊,他就可以换啊,可以换,因为,竞争嘛,对吧,你可以做,我也可以做,对吧,中国可以做,印度也可以做啊,看谁的这个,一个价钱篇,一个是,啊,也许我吃中国药啊,没有问题,我吃印度药就有问题, 啊,或者是印度药有个问题,吃中国的药就没有问题,然后呢,质量问题啊,是怀疑论还是必要的,许多人啊,许多人啊,许多人就担心仿制药的质量,研究表明,人们对仿制药的看法有所改善啊,但缺乏信任仍然存在,主要是针对那些将信价底,主要是针对那些坚信较低价格等于较低质量的患者,欧美和美国法律都允许 啊,缩短仿制药的管理流程,然而,如果你看看仿制药和品牌药的制作方法,这个过程可能会花费更少的时间和金钱,但差异很小,啊,但差异很小,无需进行临川研究啊,但必须证明于原药的生物等效性,生物等效性将决定仿制药的体内的作用是否与品牌类似,并且是否与品牌药一样安全有效,确实啊,在某些情况下,即使仿制药 中的活性成分与品牌代替药中的活性成分相同,微小的变化也可能决定仿制药如何影响您的身体,这些微小的变化可能与仿制药生产方式或药物中的不同非活性成分有关啊,就是inactive ingredients,它可能会导致药物效果较差,或者对某些患者产生副作用啊,确实,像我还是我刚才那个例子,right 在大多数情况下,仿制药似乎与品牌药一样能有效治疗患者,值得记住的是,品牌公司大量 大量,生产大量仿制药,品牌公司也做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复制自己的药物,或者与其他公司的品牌药物,然后在没有品牌的名称的情况下出售 这是一个中文的解释,然后再看看美国官方的这边,FDA这边的,这有几个,几个,你看,它有一个图,generic,brand,sales,effective,就是有效性,high quality,都是high quality,高质量,价格,高质量,基本上都是相同的 有几点,what are generic drugs? 这里有 这是什么? A generic drug is a medication created to be the same as an already marketed brand name drug in dosage for safety, strength, rule of administration, quality,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nded use OK, these similarities help to demonstrate bioequivalence, which means that the generic medication works in the same way and provide the same clinical benefit as the brand name medicine 简单就是说,这些药呢,其实和这个已经在世上的啊,这些的dosage form啊,就是说它的药的这个形状啊,药片也好,或者是冲剂也好,或者是胶囊也好,安全性啊,和的这个药,药,药,药力啊,strength,药的力度,和这个root of administration,吃的方式,或者它的质量啊,或者它这个,确实在身体里的这个效果啊,都是, 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啊,然后呢,然后呢,仿制药,genetic drug works the same way and provide the same clinical benefit啊,它是,它的,这个药的,工作方法啊,是在你前代的工作方法是一模一样啊,而且会给你同样的啊,达到同样的效果,right 他说啊,换句话来说啊,你就可以用这个仿制药,是和这个厂牌药啊,equal substitute,ok,就是同样的,可以同等转换啊,同等转换,right 然后呢,问了啊,how does FDA ensure generic medicines work the same as the brand name 就是说你FDA啊,怎么能保证啊,这个仿制药和这个品牌药是一样啊,这里这个人家跟你讲了啊,我就不多说了啊,因为它还是 就是,same active ingredients啊,是一样的,right and the risk and the benefit都是一样,right 他说呢,may have certain minor differences,ok,right different in active ingredients,就是说也许有少量的不同,特别是呢,它的这个非有效成分啊,非有效成分 然后呢,这有一个,呃,例子啊,临床证明,就是说那个 它的一般来说,它的small differences啊,就是它的非常小的一个啊,非常小的一个是百分,小的区别,是差不多是百分之3.5啊,百分之3.5可以说啊,按照这个统计学来讲呢,这可以忽略不计啊,就是说可以啊,视为啊,同能啊,equivalent,就是同能有效,right 这下面都是,就是刚才我重复啊,为什么它会比较便宜啊,因为它没有研发的费用啊,不是,它不可以怎么样啊,加上那,呃,就是厂家的市场的竞争啊,市场竞争 right 然后呢,它有一些,有些,你什么标准啊,你这个仿制药啊,可以得到FDA的批准啊,它是,啊,这有一个,这有一个条款啊,你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看一看啊,可以看一看,right 然后呢,呃,这是FDA官方的啊,如果你相信这个呢,啊,其实对我们来讲啊,对我来讲,我还是,我也不传你这些谣言啊,有人就是相信这个generic啊,它的效用低 我还说一次啊,其实呢,确实啊,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按照一人而一啊,你它有时候它的非有效成分啊,会在身体里产生一定的,对这个有效成分产生一定的影响啊,对你身体的吸收也好 有些人啊,就确实我见到很多人啊,亚洲人我基本没见过啊,都是一些老白人什么的啊,也许它有一些观念上的,这个什么,因为确实啊,前一阵有一些药品在中国生产的啊,被回收了,因为发现里面这个,有些成分啊,不干净啊,会引起这个,这个癌症啊,所以说呢,有人就是啊,戴着一些这个歧视的,或者这个有色眼镜,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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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法啊, 就认为啊,有些是心理作用啊,有些认为,品牌药啊,要比这个仿制药要好,尤其他一看,哎,你仿制药是印度产的,或者第三世界国家,像是中国那种地方产的,他就更不相信啊,所以说呢,也许他觉得,哎,心理作用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实在里面啊,他觉得,哎,我必须要这个,这个厂牌药啊,不需要不要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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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仿制药啊,对吧, 那些人也许啊,就是他的保险好啊,不能付多少钱,或者是呢,他比较有钱,无所谓,但是啊,按照这个,呃,按照这个,还是啊,我本着科学的啊,这个,上面来讲啊,基本上,他是相同的啊,是在允许的,这个,差别范围之内的,差别范围之内,如果这么讲来说,比如说,我服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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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比特,啊,还是利比特,我要这个,降,血脂药啊,我用了这,他的这个,这个,这个,防治药啊, at the right side,啊,哎,我确实,我觉得这个,呃,尤其不舒服,或者起皮肤上面的东西啊,或者我觉得我这个血糖,啊,不是,血脂降的不够多啊,我就认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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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用过,或者我听别人说的啊,就是这个,利比特,这个,这个,这个品牌药,特别管用,你可以换啊,你可以换,换完之后呢,你顶多付多几倍的价钱,多三,十倍几倍的价钱,如果确实有效的话呢,哎,那你就用啊,因为这还是啊, 我承认啊,这有,对因人而异啊,有人的吸收,或者有一些,其他的副作用,去从这个,他的这个,呃,非有效成分中啊,会带来一些啊,嗯,然后呢,还有一点啊,就是说,也许在那个,华人不太注意啊,医生写处方时候啊,他写啊,你也看不清他写是什么啊,大多数情况啊,他写的名字呢,其实呢,都是啊,厂牌药的名字,比方说啊,这个,利比特,啊,他就写啊,利比特, 比较简单嘛,你如果写这个,generic啊,很长啊,at-or-v-a-s-t-i-n,很,很长,但是呢,他如果啊,在美国这边,基本上啊,每个州啊,他都是强制执行的啊,是被药品法所,所,所允许的啊,所允许的,就说什么呢,这篇文章其实就提到了啊,就是说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药师啊,像我这种啊,药剂师有很大的权利啊,就是说什么呢,像啊, 啊,这个医生写了这个,呃,品牌药,比方说,利比特,去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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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店了,你去拿着,去脚店啊,去,去这个药,来,药店给你拿的啊,像我们的药剂师给你拿的啊,就是啊,at-or-v-a-s-t-i-n,就是仿制药啊,因为这是,如果医生没有明显的标明的话啊,标明的话,来,他啊,药房,什么药剂师啊,就是给你啊,拿这个,仿制药啊, Generic,来,这是法律允许的,其实就是法律规定的啊,法律规定的啊,然后呢,这里有一点啊,吐出药剂师啊,吐出药师在仿制药品中的重要作用,这里看一点啊,看一看,来,美国由药师对医师的处方进行调配啊,各州药品替代法通过监管药师的调配药品进行鼓励仿制药替代使用,除非处方医师在处方中 明确表示啊,为达到医学效果,必须选择原研药啊,就是说厂牌药,brand medically necessary,或者写处方调配啊,dispense as written啊,daw啊,如果没写这两个的话啊,brand name necessary,或者是dispense as written啊,daw,来,药剂师有权利啊,就是给你仿制药啊,就是有权利,比方说还是,你的药, 你的这个医生给你开了利物图,啊,像我这里来了,我给你拿的啊,如果要在这个处方上面没有写brand name necessary,或者dispense as written,我就给你拿 ad for v-study,啊,就给你拿这个仿制药啊,就拿的generic,如果啊,如果,如果这个在这个处方上面,他这个医生啊,标明了啊,brand name necessary,或者dispense as written,啊,我就不可以给你拿这个generic,啊,就是拿这个 这个仿制药啊,ok,这是第一种情况啊,你的处方,医生啊,标明了,这个药不可替代啊,只能用这个brand,啊,只能用brand,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哎,你啊,拿了这个lipitor,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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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方啊,去医院啊,去取药,医生并没有写啊,brand name necessary,或者是dispense as written, right,然后呢,我给你拿了这个,这个仿制药,你说,哎,我要这个lipitor,啊,我要brand,啊,我要厂牌药,可以吗,可以, right,可以,但是呢,从这个药房那边,它有一个标注啊,标注就是说,谁选择的啊,谁选择的啊,谁选择的,这个,要这个brand name,要厂牌药啊,如果是医生选的啊,下面有,上面有,应该是一,我选一,啊,在药房那边是医生要的啊,是brand name 如果是病人啊,要求的啊,我要这个厂牌药啊,我就选二啊,就选二,所以说呢,是有不同的啊,你标注不同啊,就是谁要求的这个是,是要这个brand name啊,是有不同的标注啊,为什么有不同标注啊,你的co-pay啊,会不同,right 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说,哎,这个,你的医生呢,就写了啊,只写了这个,这个generic,写的at the right study啊,那,然后呢,你想要的brand啊,从我这里面呢,啊,我不能给你那brand,你必须让你医生啊,改成brand,right,这是另外一种情况,right 所以说呢,很多的,像,呃,很多人其实啊,就是在这个,医生给你开药的时候啊,并没有注意啊,也有事,还很多情况,其实你也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啊,他这么滑的,可别乱啊,如果是现在很多都是电子的啊,从诊所,医生那里直接发的药房,无所谓,他不是手写的啊,他写的啊,他写的跟中国的医生一样啊,他写字啊,都不认的,基本上很难认出来 但是呢,如果你啊,有一些这个,呃,就是认为啊,贵的就是好的,或者是这个厂牌药啊,是好的话呢,医生给你开药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多问一句啊,多问一句,我想要这个厂牌的brand name,能不能给我注意一下啊,我要这个厂牌的啊,这一项 还有一点啊,其实呢,很多的医生啊,很多如果是好的医生的话呢,他会啊,他会给你选择一些便宜,而且药效好, 好的药啊,这不一定要是这个,呃,品牌药啊,brand啊,在这个generic里面啊,其实呢,对我们来讲,其实他,基本上他的药效和这个brand啊,和这个品牌药,其实都是相同的,都是相同的,但是呢,不同的,呃,药啊,不同的药啊,对不同的症状啊,他的药效和药性啊,还有这个,毒副作用也是不同的啊,他会尽量会选择一种,比较好的啊,仿制药啊, 主要,考虑到这个你的这个这个这个开销的问题啊,这是指一些比较好的医生啊,他会多花一些时间啊,给你找一下,选择你这个性价比高的药啊,这么来讲吧,所以说啊,那个如果你从前啊,以前没有从来这个没有注意过啊,这个仿制药,美国界面的仿制药,或者这个品牌药的话呢, 哎,你可以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尤其是呢,其实是价格啊,你你你不,不要就是迷信这个,呃,这个品牌药怎么样啊,到时候像我说的啊,这个liptor啊,这个仿制药,你只付10块钱一个月啊,但是呢,你要品牌药的话呢,你付300块钱一个月啊,你看价钱, 我觉得大多数的像我们这种人啊,像咱们那种人啊,我们的华人朋友们啊,都会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